考核是指的是這三個成績的平均 所以要怎樣可以得到他們的成績的平均 當然第一個你需要把這個假查出來 大概幾分嘛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先把假查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用V-R函數 然後呢給這個 Table Array on F3去查什麼 到底是烤雞還是烤瓶 不確定,沒關係,先選一個好了 如果你選了發現這個是ABCD的 那你就把它改一下,這個叫F3 不過它好像按第二就必須離開一下 應該是烤雞吧,OK 好,那這樣輸入2,輸入0 不要完全一樣,85分按確定 好,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要三個成績相加除以3 或者你有Average也可以啦 我們假設第一個成績加第二個成績好了 用除以3的好了 第二個成績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 貼到加的後面貼上 那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改什麼呢? 把F3改成這個,G3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再貼一次 所以把這個公式再貼一次 然後一樣呢,只是說這個地方可能要改兩個 一個是這個要把它改成這個 這個的話呢,就不是烤雞 我們可以把它Delete了 按F3,它一樣會跳出來 把它改成烤雞 然後呢,加完之後呢,再除以3 不過呢,除以3之前 需要把它們先做加 所以先什麼? 刮弧,有沒有? 所以記得這個一定要先加一刮 然後除以3 這樣就平均了 OK 另外一個方法,你要Average Average呢,你就給第一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第三個參數 也是OK啦,打勾 平均就算出來了 那比4的話呢,就是這個成績 所以這邊等於 這個成績乘上什麼呢? 上面有0.3 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7 好 那我們就得到這個 再來的話呢 總合計的部分的話 就等於什麼? 這個成績乘上0.6 這個成績乘上0.4 好 這樣的話,算出它的合計 那名次的話呢 跟之前一樣啦 我們可以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Rank.eq 所以剛剛有用過 所以其實大家看你要不要定義名稱 如果你不定義名稱 就是這個範圍 這個 然後呢 Ref 就是他們整個範圍 所以這個 Ctrl-Shift向下 記得喔 這個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看起來好像 用那個 定義名稱好像似乎會簡單許多 然後按個確定 OK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名字就算完了 OK 同樣的方式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一個住專 領主 辦事員 助理員 其實有四個工作表 所以喔 如果你四個都要同時完成的話 當然喔 建議是多選 按Shift鍵 先選第一個 再按Shift鍵 點最後一個 然後呢 但如果說 你剛剛做完了 你希望把剛剛七個公式 分別複製到其他工作表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打個勾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樣子的話 它會分別怎麼樣 把他們的那個公式 直接就複製到其他工作表 但特別注意喔 請你不要點兩下 為什麼不要點兩下 如果你要解除多選 請你點這四個以外的工作表 你就點零組 你會發現公式過來了 那為什麼不快速點兩下 主要原因是因為 Ctrl向下 這個有101對不對 這個的話呢 Ctrl向下 這個40 也就是說喔 它這邊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呢 它的總列數不同 欸 有沒有這65 那其他就是嘛 變成說 你可能要自己手動 分別在什麼 再讓它快速點兩下 快速點兩下 OK 但是喔 其實我是希望有個需求 我是希望喔 可以喔 這邊做一個按鈕 按下之後喔 啪啪啪啪啪 這邊全部都OK 全部都自己怎麼樣 完成之後再切回來 欸 該怎麼做 當然呢 你可以先做一個啦 也就是說你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然後我們再來就要思考VBA的寫法 那VBA一樣嘛 就是第一個 開啪VBA 按右鍵插入那個模組 那模組 那模組部分的話呢 一樣我們有七個欄位啦 所以喔 我們就 可以直接 先產生清楚好了 那考評實際上喔 就是把公式有沒有 所以 這個是跨工作表的 先把這個貼過來 那當然我們思考就是第一個 FORI等於 這個 這個我先把那個跨工作表的部分先拿掉 FORI等於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因為我不是要每一次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不能像剛剛就43了 你一定要用向下追蹤的 不然的話喔 你其他工作表就會出問題 那一樣喔 把BD到N 總共有七個欄位裡面資料 全部清空 那同樣的方法的話 把這個複製一下 再增加一個所謂的烤坪 所以這邊的話再加一個烤坪 那一樣的話就是什麼 把那個公式給貼過來 我這邊其實我沒 我這邊已經有了 其實就是這一段 把這一段 這邊叫烤坪 那一樣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 那裡面只要有列號的話 用之前的方法把它做變化 那就把它做輸出 所以清除完之後 再把它執行 OK 可是如果說將來你會有多個工作表的話 像這邊 這邊這邊呢 你也希望一次就完成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 請特別注意 我們就需要加什麼 加那個所謂的切換的動作 有沒有 那切換的話當然理論上我們是需要什麼 第一次是 選第一個工作表 第二次就切到第二個工作表 再切到第三個 切到第四個 然後最後再切回來 有沒有 大概的邏輯是這樣 然後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邊增加一個所謂的 工作表回圈 所以一樣在這個4回圈上面呢 按兩下Enter 然後按個Tab鍵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我們打一個4 這個時候啦 我就不用追啦 因為 工作表習慣要S 4S 等於 第幾工作表 第一個到第四個 1到4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這個剛剛那個4追蠻像的 然後把中間這一段程式呢 拉到這個裡面 一樣呢 把這一段按個Tab鍵 那再來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 在這個地方 做之前喔 先跟他講說哪一個工作表 幫我切過去 所以Shits 刮弧 裡面你就加一個S就可以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方法 點什麼呢 切過去喔 叫Slate Slate的話呢 就是切過去的意思 特別注意喔 這個的寫法意思是說 我 先跑的時候呢 先幫我把 這個 游標先切到第1個工作表 然後做底下的事情 再來的話呢 S就變成2嘛 幫我切到第2工作表 再做 一樣的事情 其實都一樣喔 然後以此的一推 第3個 第4個 那可是你會發現喔 最後呢 我的 游標一定會停在第4個 因為這個S最後是4嘛 所以記得喔 在最後的那個Nex 的下面喔 請你補一行 叫做什麼嗎 把它切回到第1個 切回到第1個怎麼寫 其實說 Shits怎麼啦 Shits 1 點Slate 這樣就切完了 那我跑一次格格看喔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執行 假設我就把它清除掉 我如果讓它跑的話 這邊射中斷點一下 執行 S等於1嘛 所以當然 目前已經是1啦 就不會 它反正不會動 那就把這些事情全部做完 做完之後的話呢 S等於2 所以它切到第2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切到第2個 然後把第2個的事情全部做完 OK 再來第3個 有沒有第3個OK了 再來第4個 那最後的話呢 切回到第1個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又切回到第1個了 OK 所以這個範例的話主要是 可以讓我們做切 上面的清除也是一樣啦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呢 我們一樣是加這兩行 在這個上面 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再按TAP 這兩個 這個把它縮排在後面 然後再把 把這幾行 這個NAS 跟切到 這個把它加到這裡來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可以達到什麼 全部清空的目的了 有沒有 這樣就全部清 又切回來了 所以裡面 每一個 每一個都清空了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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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的清空 然後呢 再執行這個 就一個一個的 又通通幫我把資料填上去了 這樣就很方便了 我講這應該很多人需要 因為有的時候你每天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你每天都要在來的時候還蠻浪費時間的 這時候你就有必要的嘛 寫一個類似這樣的VBA 就可以幫你把很多事情很快就搞定了 當然後面 就公司部分 一樣可以用第1名稱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話 就是把這個人事考評的部分 比較快的帶過 裡面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第一個用V度函數 配合像一些文字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如果我希望跨工作表 可以把四個工作表的公式 快速完成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多加了一個所謂的 序詞物件 然後多帶一個所謂的那個 FOR S S的話 指的就是 這個工作表 的 所以 到底是第幾個 的 變數 所以呢 我們可以 如果要做 就先切到第1個 然後第2個再切 第3個再切 第4個 當然如果你有一堆的 它會全部都一次完成 不過前提是怎麼樣 你 這些工作表做的事情 如果 公式都是一樣的話 只是列數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參考這個範例 就可以快速的 把 多個工作表 裡面的 這個公式 一次性的全部完成 那如果清楚的話 也可以一次性的清除 程式並不多 主要是在 既有的回圈的外面 包一個回圈 OK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有關 先講到這裡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 在那個 一次性的裡面其實有蠻多狀況 其實是沒辦法用V環數的 所以如果沒辦法用V環數的話 那我們該 該怎麼做 OK 下一次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